关于赵薇,虽然很多网友都认为他接过不少烂片,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他演过了戏,基本上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 比如环珠格格,情深深与萌萌,精华烟云,话题等等,别人都说赵薇在拍戏方面算得上一个神诚,因为他是演过的角色,如果被别人翻拍,基本上难有很大反响,而且有的时候翻拍他角色的那个演员还会被网友们批评,但是赵薇翻拍的别人的角色确实很成功,就拿经典的环珠格格来说,他就成为了经典的小样子。 之后无论是李胜的翻拍,还是黄毅的续集,都很难得到观众的认可,总是感觉他们的表演不如赵薇的自然。 赵薇的精华烟云是翻拍的赵雅之版本的,但是在当时却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,可以说翻拍的十分成功,可是李胜也翻拍了精华烟云,但是反响平平的几乎不能再平平了,应该很少有人知道李胜翻拍过吧,不得不说其实赵薇挺会接戏的, 他演别人的经典都能超越,而别人却很难超越他的经典,很多角色就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。 秦深深与蒙蒙钟赵薇饰演的一平也深入人心,据说新版秦深深与蒙蒙钟赵丽颖将要饰演一平的角色,赵丽颖的演技算是在现的,只不过赵丽颖要比当时赵薇演一平十年力要大上那么几岁,希望赵丽颖能够打破这种惯例吧。